中史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大明亡国史》 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前院长,明史研究专家苗帝 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崇祯皇帝传》 顾名思义,作者是通过讲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一生 揭示大明王朝覆灭的原因 公元1627年10月2日,17岁的朱友简成为明朝第十六位皇帝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崇祯帝 一继位,崇祯就着手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燕党 先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削减燕党的力量 随后逮捕魏忠贤,逼其自尽 让士大夫们咬牙切齿的宦官乱政就这样结束了 一时间举国振奋 人们感叹,咱们大明朝有多少年没出过这样的有为之君了 数数崇祯的前任就没几个像话的 崇祯的高祖父嘉靖在位45年 前半截不错,后半截忙着修道成仙,无心理政 崇祯的爷爷万历当了48年皇帝 其中有30年为了接班人问题跟大臣怄气 不上朝,不批阅奏章 官员病死或退休,也不任命兴人 崇祯的亲哥哥天启皇帝更是奇葩 此君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活 可以不管不顾的从早干到晚 朝政就交给魏忠贤去祸害 专制时代,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 对国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皇帝胡来,对国家的伤害不可估量 到天启末年,明朝已然是内忧外患 队内,名声凋敝,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 队外,清兴起于辽东 明军连战连败,只剩下宁远 山海关几座孤城 大明这艘船,眼看要沉了 执此紧要关头 崇祯这位少年天子登上了舞台 一出场就扳倒了魏忠贤 随后,崇祯表现得十分清正 与他那些荒唐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 大明王朝出现了新气象 臣民们奔走相告 大明有希望了 谁也没想到 十七年后的1644年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城 崇祯皇帝于绝望中在眉山上吊自杀 明朝灭亡 从此,崇祯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符号 一个想要力挽狂澜 却最终国破人亡的苦命皇帝 隶属历代王国之君 反差如此强烈的实属罕见 这就难怪 大明都已经灭亡了三百七十多年 崇祯朝那些事还经常引起热议 人们都想知道 在崇祯统治期间 究竟是哪些举措 导致了国家和他个人的悲剧 在明末这场大变局中 崇祯本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今天的这本书就探讨了这些问题 下面 我将围绕三个重点内容 来揭示崇祯与大明王国之间的纠结关系 第一个重点 崇祯朝的政局基本盘 第二个重点 崇祯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 第三个重点 明末的财政崩溃 讲完这三个重点内容 最后 我会讲一讲崇祯的性格缺陷 以及为什么说 这些性格缺陷 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下面 开始讲第一个重点内容 政局基本盘 崇祯在处理党争问题上失误 导致朝政混乱 加重了明朝的内伤 崇祯朝的政局基本盘 简单概括 就是东陵党和非东陵党之间的内斗 这其实是老问题了 万历年间 一部分朝中官员和在野士大夫 因议论朝政 批评时事 逐渐形成了东陵党 与此同时 另一些对东陵党不感冒的官员 也组成了若干小党派 统称非东陵党 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 即至天启年间 非东陵党集体投靠太监魏忠贤 形成燕党 同东陵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燕党一度占据上风 大肆迫害东陵党人 崇祯继位之后 铲除燕党 为东陵党平反 以时间人人称快 不过 崇祯很快 又对东陵党产生了警觉 初登大宝 崇祯着手重建内阁 命朝臣推举人选 在报上来的十一名候选人中 东陵党人占了大头 这让崇祯感到 东陵党的扩张势头过猛 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 推举名单上的人 崇祯一个都没用 他另辟西境 任命周延汝为首辅 温体人为赐福 周延汝本身不是东陵党人 但跟东陵党关系密切 而赐福温体人 同东陵党结过梁子 关系很僵 崇祯的这一人事安排 既能使东陵党 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约束 达到了政治平衡 到这一步 崇祯的表现是合格的 问题出在周延汝和温体人之间 开始了新一轮的党争 简单来说 就是温体人想取代周延汝 自己当首辅 而敢受到威胁的周延汝 就想赶跑温体人 为此 两人在朝中拉帮结派 培植各自的势力 以扳倒对方 最终是温体人得手了 崇祯六年初 温体人指使一名宦官 弹劾周延汝 结党营私 怎么让宦官打头阵呢 因为他算计好了 宦官攻击首辅 会引起东陵党不满 他们必定会站出来 替周延汝辩护 如此一来 周延汝结党营私的罪名 不就坐实了吗 果然 朝臣们齐心维护周延汝 反而加深了崇祯的怀疑 周延汝最终丢官 温体人净声收服 这件事 对崇祯一朝的政局走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崇祯对东陵党彻底失望 他觉得 别看这帮人以清流自居 喜欢引用圣贤书教训人 但背地里 照样党同伐异 做皇帝的 必须多长几个性眼 严加防范 从此 崇祯对党争异常敏感 已由苗头立即掐断 那么党争消失了吗 不仅没有 还愈演愈烈 成为了晚明政治的独流 这是因为 既然崇祯表露出 厌恶东陵党的态度 那就一定有人 靠着排挤东陵党上位 温体人就是典型 可实际上 温体人在结党营私方面 比周延如还厉害 只不过手段更加隐蔽 例如 温体人想提拔谁 通常先让党羽举荐 等崇祯来询问内阁意见 才表示附和 表面上看 他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运用这种方式 温体人在朝堂上 布下大量清信 形成所谓温党 当然 以崇祯对党争的敏锐程度 温体人终究露出了马脚 崇祯十年 他丢掉了首府的宝座 温体人的败露 使崇祯对朝臣进一步失望 对党争更加敏感 之后的七年时间 崇祯撤换下了不下十名首府 其他的内阁成员 换得更平凡 崇祯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防止内阁结党 此举副作用极大 你想啊 内阁整天搬着直头 数顶上的乌纱帽 还能戴几天 哪还有心思处理政务 即便定下一项政策 也是刚起个头 就因为负责官员倒台 半途而飞 这就非常糟糕了 崇祯年纪轻轻 当上了皇帝 政治经验匮乏 明朝又面临着内忧外患 这时候他迫切需要一个 有经验的稳定的内阁班子 来出谋划策 落实执行 然而崇祯的作为 却使晚明朝政 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无法应对危机 这在战略决策上 暴露得尤为明显 这也是我要讲的 第二个重点内容 崇祯在战略决策上 首属两端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要说 崇祯也是够倒霉的 刚登上地位 就面临两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 来自东北方向 后京 也就是满清的境犯 第二个危机 是西北的农民起义 先说满清 万历后期 他崛起于辽东 曾在萨尔虎之战 重创明军 天启年间 满清的扩张势不可挡 明军步步后退 在整个辽东 只剩下景州 宁远 山海关等几座孤城 崇祯二年 清军千里奔袭 突然出现在北京城下 猛攻广渠门 得胜门 要不是后来清军 主动撤退 后果不堪设想 最让崇祯震惊的是 清军一路奔袭 明军一路溃败 几乎没有组织起 像样的抵抗 崇祯意识到 满清已经对大明 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 必须全力以赴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东北边清军隔三差五的净犯 西北边又爆发了农民起义 从天启后期开始 由于连年大旱 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 遭受毁灭性打击 很多地方颗粒无收 但朝廷的赋税 不仅没有减免 反而变本加厉 州县官员经常接到上级公文 要求征收粮米、罗马等物资 支援辽东战场 为了完成指标 地方官吏加紧催逼 老百姓仅剩的口粮 都被夺走了 真是雪上加霜 崇祯元年 灾情达到极点 有官员向崇祯报告 地方上老百姓的粮食 都被征收了 饿极了 就去采集一种名叫蓬草的植物 勉强糊口 后来蓬草吃完了 只好剥树皮 很多人活活饿死 一些地方还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吃人者在城外架起锅 用人骨头当柴 煮人肉吃 自古以来 老百姓被逼得没活路了 就只有揭竿而起 崇祯刚即位 灾情最严重的陕北 爆发了农民起义 农民军围攻县城 抢夺粮仓 那段时间 崇祯正忙着铲除魏忠贤 又要对付清军 没有余力管农民军 而且他认为 这不过就是几个流寇闹市 翻不了天 掉以清兴的结果是 农民起义蓬勃发展 从陕北蔓延到山西 甘肃 河南 大有席卷全国之事 这其中 就有李自成的农民军 李自成 陕西米之人 因生活所迫 跑到甘肃当兵 逐渐成为了一名基层军官 他一个体制内的人士 怎么会造反呢 这件事情 跟崇祯二年清军 进反京城有关 那次 崇祯慌了神 命各地擒王 李自成所在部队 也响应了号召 但走到半路上 因将领克扣军饷 士兵滑遍 由李自成带头 杀了将领 率军起义 李自成把队伍 拉回了老家陕西 发展迅速 加上张献忠等人 率领的农民军 声势十分浩大 这已经是陕西的地方部队 无法镇压的了 至此 崇祯必须两线作战 东边要击败清军 即攘外 西边要剿灭农民军 即安内 以明朝的国力和军力 要在攘外的同时安内 根本不可能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先同满清议和 然后集中力量 消灭农民军 那么 满清是不是愿意议和呢 本书作者认为 他是愿意的 理由有两个 第一 当时黄太极刚刚继位 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来处理内部矛盾 第二 山海关是清军难以攻克的关爱 而要绕过山海关 就得征服蒙古各部落 这需要时间 在这之前 黄太极有意同明朝和平共处 这种和平注定是短暂的 但明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 先平息农民起义 结出后顾之忧 再回过头来 全力对抗满清 问题在于 崇祯一心收复辽东 并且对自身实力 有着迷之自信 他觉得 农民军成不了气候 对清作战才最要紧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崇祯拒绝以和 结果 每当明军对农民军取得优势 辽东方面就会告急 明军主力不得不前往支援 农民军获得喘息之机 没多久即死灰复燃 实力比之前更壮大 而调往辽东的明军主力 基本上是有去无回 通通被清军消灭了 例如崇祯四年 朝廷从各地调集援军 加上官宁铁骑 总兵力超过了六万 在大陵河一带 与清军决战 试图一举翻盘 可结局是清军大胜 明军团灭 两线作战的结果 明军精锐全部断送在辽东战场 农民军则趁机茁壮成长 冲真六年冬 农民军纷纷渡过黄河 进入中原 并蔓延到山西 安徽 江西 江苏等地 冲真八年 张献忠攻入凤阳 把朱元璋的祖坟 都一把火烧了 朝野震动 不久 经济重地 也出现了农民军 局势异常严峻 冲真十年三月 兵部尚书杨四昌 提出了十面张网的战略 办法是 把有农民军活动的区域 划分为两个大战区 和六个小战区 组成一张大网 明军主力进入网中 对农民军穷追猛打 地方部队则扎紧篱笆 不让农民军逃脱 这相当于关门捉兔子 比起农民军跟在农民军 屁股后头跑要强得多 不过 这个战略要奏效 得满足两个条件 足够的兵力和足够的时间 所以杨四昌建议 同满清议和 以便腾出手来 跟除农民军 崇真批准了十面张网的战略 并且调动二十万民军 供杨四昌调遣 但仍然没有同意对清议和 崇真十年八月 十面张网战略正式启动 这招果然有效 一年里 各地农民军遭到重创 张献忠接受招安 李自成带着千余残兵 躲进了陕西与湖北交界的大山深处 明军眼看 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了 偏偏这时候 东北边又出状况了 崇真十一年九月 清军大举进犯 京城再度戒严 崇真急调明军主力回师 却被清军打得满地找牙 这就给了农民军翻盘的机会 不久张献忠反叛 李自成也走出了大山 重新壮大了起来 而明军再也无力扑灭这遍地烽火了 崇真十二年 杨四昌亲往湖广坐镇 也未能挽回败局 以至于忧患成疾 崇真十四年 李自成攻陷洛阳 杀福王朱长巡 张献忠攻陷襄阳 杀襄王朱一鸣 消息传来 杨四昌惊吓而死 崇真十五年 最后一支明军主力 在松井之战中全军覆没 至此 无论是队内镇压农明军 还是队外抵抗清军 明军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而在军事力量耗尽的同时 财政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重点内容 明末财政的崩溃 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后期几乎年年打仗 军费居高不下 据崇真初年统计 就算把财政收入全部用作军费 每年也还差四十余万两 而且朝廷还有庞大的官僚集团 和宗室人口要养活 这里先说后者 明末宗室有二十多万人 仅藩王就有几十个 他们生活奢靡 每年消耗数百万两白银 比如山西一年的财税收入 还不够养活一个靖王诸神选 钱不够花怎么办 只有加税 最早加的是所谓疗想 万历后期 为了加派军队与满清作战 朝廷加征疗想 这项政策延续到了崇祯时期 崇祯十年 为了支持杨四昌 彻底剿灭农民军 加收脚想 崇祯十二年 为了训练新军 崇祯又决定加收炼想 聊想 脚想 炼想 合成三想 总计征收白银约一千六百万两 比正规赋税还高 可想而知 这对百姓造成了何等沉重的负担 很多人被逼得倾家荡产 三想家派 进一步恶化了名声 迫使更多的人加入农民军 反抗朝廷 那劫责而鱼 收上来的税费 都用到前线了吗 怎么可能 明末 贪腐已经渗入到官僚系统的毛系血管 可以说是无官不贪 经过层层盘剥 真正用到一线将士手中的所剩无几 明军基层官兵 长期处于吃不饱饭的状态 李自成 就是因为将领苛扣军饷 愤而造反的 这样的军队 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文臣武将的贪腐 崇真自然是知道的 也动过让他们出点血的念头 他曾经同内阁首府薛国官商量 薛国官表示 您得拿皇亲国戚开刀 他们要是带头捐助 朝臣们也就不敢抵制了 崇真觉得有道理 决定先树立一个榜样 他选中了武清侯李国锐 李国锐是崇真的远房亲戚 在京城算是大户 崇真就跟他说 你家那么有钱 先借给朝廷四十万两银子 等国库充足了再还你 李国锐不敢拒绝 又不想交钱 极度焦虑之下 竟然死了 他这一死 满朝文武意识到 下一个该轮到自己了 于是 各派放下党争联合起来 一边给李国锐名冤 一边给自己哭穷 恰巧 崇真最疼爱的黄武子 此时夭折 年仅五岁 外面就传扬说 崇真要是还逼着大家交钱 老天爷会让他的儿子 统统死掉 崇真害怕了 他对李国锐进行抚恤 绝口不提借钱的事 崇真拿达官显贵没辙 只能继续耗老百姓的羊毛 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农民军 农民军的地盘越来越大 朝廷能收上来的税 急剧缩水 各项开支却是水涨船高 入不服出极其严重 明朝财政已经在事实上破产了 崇真十七年正月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 随即兵分两路 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 一路上 大顺军只打了一两次硬仗 多数地方 明军都是望风而降 事到临头 崇真再次向朝臣提出 借钱用于军饷 以挽回败局 朝臣们百般推脱 崇真也清楚 人心已经散了 事情不了了之 三月十六日 大顺军兵临城下 十八日晚 攻入城内 崇真知道大势已去 带着太监王承恩 在眉山也就是今天的井山 自意身亡 大明王朝随之画上了句号 好 三个重点内容就讲完了 最后我来分析一下 崇真的性格缺陷 如何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而这个责任又应该由谁来负 首先应该肯定 崇真非常情政 他当政十七年 每天开朝会 从不间断 批阅奏章也是极为认真 已发现问题就驳回 让内阁提出新方案 这在明朝中期以后的皇帝中 绝对属于工作狂 以崇真的勤勉 做一个守城之主 本是可以的 只可惜 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面对危机 这种性格缺陷就坏了事儿 崇真的性格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即极端自负和极其多疑 极端自负是因为崇真 仗于深宫 一直被奴婢伺候着 而且他十四岁 封为姓王 地位尊贵 所以在青少年时期 没遇到过什么挫折 也没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 久而久之 崇真变得非常自负 觉得自己的主张都是对的 掌握了绝对权力后 这种我不会犯错的迷之自信 就更加的强烈 那多疑的性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跟残酷的宫廷斗争有关 天启六年 魏忠贤只是亲信 告发皇后张氏的父亲 强占名产 攻击朝政 还阴谋杀害天启 拥立崇真 这可是谋逆大罪 如果成立 即便贵为藩王 崇真也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天启还算清醒 不相信这档子事 风波这才平息下来 事后 魏忠贤跟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还经常派人 给崇真送些花草瓜果 表示尊重 而暗地里 燕党一直在监视着崇真 新王府的太监 会把崇真的一举一动 都汇报上去 这让崇真体会到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 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一个表面上 唯唯诺诺的人 很可能心怀鬼胎 随时咬你一口 这就塑造了崇真 极其多疑的性格 掌握绝对权力后 这种性格缺陷 就被无限放大 宗官崇真当政的 十七年 极端的自负和多疑 使得晚明朝廷的 各项决策和举动 每每陷入一个拐圈 凡是崇真认定的事情 一定要办 办砸了 他从不反思自己 更不愿意承认错误 而是指责 使大臣们 不尽心尽力 甚至怀疑他们有不良企图 总之 错都是臣子的 罪则自然也要由臣子来承担 所以 在崇真手下做官 简直是在刀尖上行走 稍有闪失 就有可能被皇帝丢出去背锅 弄不好 还会人头落地 袁崇幻之死 就很能体现这一点 袁崇幻 是唯一一个 两次击败清军的 明军将领 所以 崇真对他 原本是非常信任的 崇真元年四月 袁崇幻 被任命为纪辽总督 加兵部尚书贤 负责辽东战事 他掌握的军队 相当于天下总兵马的一半 谁料一年半之后 崇真的态度彻底翻转 崇真二年十月 清军禁逼北京 崇真命袁崇幻回援 袁崇幻率领官宁铁骑日夜奔驰 于十月二十日 在广渠门外同清军击斩 获得小胜 暂缓了敌人的攻势 二十三日 崇真召见袁崇幻及其部下 对他们的连日苦战进行慰劳 然而没几天 十二月一日 崇真招袁崇幻进宫 他人刚到 就被崇真劈头盖脸的责问弄懵了 皇帝问他 为什么不马上同清军决战 缓京师以安宁 还不等袁崇幻答复 一旁的警衣卫将他捆绑下来 关进大牢 等清军撤军后 崇真以欺瞒军上 擅自与敌义和等罪名 判袁崇幻凌迟处死 崇真为何要杀死袁崇幻 袁崇幻究竟有没有罪 几百年来争论不休 历史研究者提出过各种看法 我这里着重从崇真的性格角度 做一些分析 史料记载 袁崇幻之死的直接原因 是皇太极使用了反剑剑 皇太极故意放跑了一个太监 让他回去传播假消息 说袁崇幻已经同清军达成秘密协议 等事情办成 清军就撤兵 尽管这个消息很可疑 但是由于崇真的疑心病很重 觉得还是先把袁崇幻抓起来比较保险 歹人的时候 内阁大学士成积命也在场 他措手不及 连连磕头为袁崇幻求饶 这说明崇真是临时起义 没跟内阁商量过 这很可能是悟性谣言后的应激反应 不过 袁崇幻之死 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真的多疑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袁崇幻被抓 是在崇真二年十二月 被杀是在次年八月 中间相隔八个多月 以崇真的智商 以及那么长时间的调查分析 要说没弄清真相 说不过去 合理的解释是 刚开始崇真确实中计了 不过在清军退去 局势稳定下来以后 他已经明白过来 可袁崇幻仍然难逃一死 这就与崇真极端自负的性格有关了 崇真曾经问袁崇幻 要多久才能收复辽东 袁崇幻回答 五年就够了 崇真很高兴 许诺说 如果能收复辽东 朕就封你为侯 事后有大臣问袁崇幻 五年复辽是怎么算出来的 袁崇幻轻描淡写的说 我是看皇上焦虑 为了宽慰他 才说只要五年的 万万没想到 皇上当真了 把五年复辽当成了国策 弄得朝野皆知 谁知道打连来得如此之快 仅仅一年后 敌人竟然已经打到了天子脚下 而且一路上所向披靡 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残酷的现实 将五年复辽这个大气球戳破了 那你要皇帝的脸往哪搁 所以崇真认为 袁崇幻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罪则难逃 此外 崇真还要给京城百姓一个交代 京城有两百年未曾经历战争了 清军的袭击 着实让京城百姓受惊 而且 达官显贵多在京郊 治有产业 这一次遭遇了清军抢掠 损失惨重 所以 上上下下都有机缘 要求追责 责任 当然不可能追究到皇帝头上 替罪羊 只能袁崇幻来当 史料记载 京城百姓真的以为 袁崇幻是汉奸 引来了清军 对他恨之入骨 行刑时 人们争着吃他的肉 以解心头之恨 像这样的 让手下人背黑锅的事情 崇真干了不止一次 比如 杨思昌提出十面张网的战略之后 崇真其实知道 与满清义和是理性选择 可收复辽东的高调 已经唱了好几年 现在忽然说 要同敌人谈判 崇真丢不起这个人 他希望由朝臣们主动提出 他顺从众议 答应就是了 这样 皇帝的面子保住了 义和也成功了 岂不两全其美 可惜明朝上下 弥漫着一股 谁和谈 谁就是汉奸的风气 尤其是东陵党 认为满清是蛮夷 哪有同满夷 妥协的道理 他们不仅不主张义和 反而痛骂杨思昌 逼迫崇真打消义和的念头 杨思昌死后 崇真又想同满清义和 盘舆论反弹 就只是兵部尚书 陈兴甲暗中联络 可事情到底泄露了 朝野哗然 朝臣们纷纷弹劾陈兴甲 事到临头 崇真不承认自己是幕后推手 反而是反咬一口 指责陈兴甲擅自以和 为平息众怒 陈兴甲被处以急刑 沦为又一个替罪羊 这种让官员背锅的做派 使整个官僚集团与皇帝离心离德 朝臣但求自保 不肯干事 因为事情办砸了 皇帝就会把你抛出去顶纲 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 崇真想要迁都南京 他顾忌重演 自己不说 希望朝臣主动提出 可朝臣怕担责任 无人出头 无奈之下 崇真只得留守北京 但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 朝臣们也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最后时刻 崇真连个愿意护卫自己突围的大臣都找不到 在绝望中自杀 可以说 崇真的死很大程度上 是自己的性格缺陷导致的 当然 话说回来 在明朝灭亡这件事情上 崇真的责任最多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种种问题 如军臣关系紧张 满清崛起 贪污腐败 民不聊生等 根子也很早就埋下了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就算崇真能力超强 性格也完美 面对晚明这个烂摊子 恐怕也是无力回天 所以 崇真正的不幸在于 生逢乱世 危机集中爆发 君主专制的特性 又把他的缺点成倍放大 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和国家的悲剧 好 《大明亡国史》这本书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